昨天在Amazon买了一个这个 相牵状的这个手机自拍支架 就黑色的这个 还带一个蓝牙控制钮 今天的这个拿到这个湖边呢 这个拍视频试一下 感觉还不错 今天这个视频80% 都是用这个黑色的这个相牵状的手机自拍支架拍的这个 它最大的优点可以解放双手 你就挂在脖子上就行了 横着拍竖着拍都可以 这个角度呢因为它这个项圈 这个黑色支架它是这个软管的 你可以任意调整角度啊方向都可以 非常实用 你就挂在脖子上就行了 走哪它拍到哪 你这个尤其冬天手特别老嘛 你可以把这个遥控器哥在兜里 用手控制这开关就完了 我觉得非常实用 而且价格便宜 20多个家园 今天湖边比较冷 风特别大 安道略湖从来都是不接冰的 因为它一个湖面大 它有风浪 所以它这水啊 它相对来讲都是活动的 几乎是不接冰 但是今天你看这湖里边啊 它有很多这个 已经有很多冰渣了 这说明它 昨天晚上非常的冷 湖边一大群加拿大鹅 这个 又冷又饿 所以这个 给他们送一些瓜子去 特别喜欢吃 你看我一过来 这个马上就冲上岸了 加拿大鹅一般来讲啊 在冬季 它不会攻击人 有时候呢 它愿意接近你 尤其它特别饿的时候啊 觅食的时候 它可以接近你 但是秋天和春天 你最好远离它们 因为这个春秋两季 是它这个 孵化小鹅的时候 这是它攻击性特别强 最好不要靠近它们 你别看那鹅啊 它这大翅膀一张开 一米五五左右 力量非常的大 一扑能给你扑跟头 你看我洒地上挂点 它们特别的喜欢吃 这湖边我老去 所以这片鹅呢 估计对我这个服装的颜色 比较熟悉 所以它们呢 它也这个 见了我也不跑 非常友好 你看湖面上的冰渣 尽管这么冷 你看这鹅在水里边 还是稀稀玩耍 觅食 远处这个枣霞 也是非常的漂亮 今天是 这半个多月以来 难得的一个晴天 你看这大鹅的照片 非常的漂亮 这个项圈状的手机 自拍支架 除了在脖子上呢 你还可以给它挂在这个 副驾驶的这个车座上 就是那个 那个脖子那靠点上 你看 你划在这上面 把相机架上去 它一个架子架上去 横拍竖拍都可以 驾驶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这个 拍一些这个 落点边的风光啊 非常方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